好了各位同学 接着我们来看109课的语法 那么实际上呢 从107课一直到112课这期间呢 我们讲的都是比较级和最高级这个范畴 那么大家知道在英文当中呢 有那么一些单词啊 本身的说法呢 可能比较复杂 加上今天呢 我们要说比较级和最高级 所以可能在大家的脑袋里面 对于这些单词特别的困惑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一个板块 我们就着重的说两个字 一个叫少 一个叫多 当然还包括他们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也就是更少最少的 还有更多最多的 如果在这个板块 大家能够把这两件事搞定 功不可没 好的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啊 请大家先看少的事情 你先想想在英文当中 能够表示少的词有多少个 有人说 little好像差不多是吧 few好像也是 实际上当我们整理以后 你会发现 能够表示少的词 总共有四个 现在我们分别来一块读 第一个 little 英国人呢会读得非常清楚 叫little 美国人读得不清楚 叫little little 好 下面一个 a little a little 也可以读作a little a little 好 下面一个 few few a few a few 也就是说 这四个词 他们的意思实际上是一致的 都能翻译成中文当中的少 啊 那么有人说了 既然这么四个都叫少 显然他们在用法上一定是有区别的 确实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们先把little和few先分开来说 还有little的 记住 他们是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的 而还有few的是用来修饰可数名词的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这里面有a的a little a few 和没有a的little few 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从他们的意思上就能够感受到 我们现在来先看little little它的意思叫做几乎没有 哎呦 这个意思呢 就让我们得反思反思啊 大家想想几乎没有是有还是没有 确实很有 但是很少 是吧 所以呢 这里面的几乎没有意思是说 特别特别特别少 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但是它还是有的 OK 好了 接下来a little翻译成的中文意思叫有少许 这个呢 大家很容易记住 因为它毕竟出现了少字嘛 是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few它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它的意思也是有但是特别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 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就叫few OK 好了 接下来的of you呢 翻译成中文叫做什么呢 叫做有几个 也就是说它是挺少的 就有那么几个而已 就这个意思 OK 行了 这就是关于英文当中的四个少 对于在座的各位而言 在你的脑袋里一定对于这四个词要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练习 练什么呢 就是练刚刚的这四个少 大家能不能做到 举一反三 熟练使用 OK 现在呢 请大家来看第一个句子 我说 杯子里几乎没有牛奶了 那么大家想想 几乎没有了 还是有的是吧 那你想想 几乎没有 并且是牛奶 不可数 有什么呢 叫little 所以这个句子很简单 叫做 there is little milk in a cup 这就可以了 OK 好了 再来一个 我说他几乎不懂几个法语单词 大家想想 这句话能够告诉你的就是 他呢 懂得的法语单词非常少 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那么几乎没有呢 还是那个没有啊的 是吧 另外呢 是法语单词 不论是什么单词 总之只要是单词肯定是什么呢 肯定是 可数名词 于是呢 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 这个句子就叫做 he knows only few words of french 这就可以了 OK 好了 接下来再来一个 我说 这年头啊 好人不多了 有些人呢 在经历一些特别郁闷的事情之后呢 经常这样感叹 那么大家想想 这年头好人不多了 不多的意思自然是少的 是吧 但是大家平心而论 其实还是有的 是吧 只不过呢 可能数量他认为不是很多了 所以 人 说的又是 有那么几个 我们知道用什么呢 叫做of you 所以呢 咱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there are a few good men now 就可以了 OK 好了 最后一个句子 我说 他这里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他感到特别的寂寞 那么大家想想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 也就是几乎没有呗 那么这里说的是朋友 可属名词 所以答案也很容易出来 就叫做 he has few friends here he feels lonely 这就可以了 OK 好了 如果说大家能够把这些句子都说出来的话 实际上 如果你真的要面对考试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做几道题 来试试大家 先看第一道题 他说 you looks at Kate 你看起来挺伤心的 他说 yeah I have made bubble mistakes in my paper 什么意思呢 哎呦 是啊 我这考卷上呢 犯了些错 首先我们判断一下哈 你说这人是犯错了没有 你想想 不犯错还伤心个什么呀 是吧 所以显然 在这里要选的是 有那么几个错误 所以这里面没有呗的 B和C 就应该被排除了 是吧 好的 那剩下A和D 我们来根据谁来判断呢 就是这一单词 mistake 那大家来想想 它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名词呢 有人说 老师我不记得了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多时候呢 可数和不可数是不需要去记的 你只需要看题 就能看明白 你来看一下 mistake 后边是不是有一个s 那么明白着吗 只有可数名词才能变复数 所以非常显然 这个地方mistakes是可数名词 于是大家想想 应该选什么呢 刚刚答案已经选定在A和D当中了 那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把A排除 选最后一个D呢 好的 再来看第二道题 叫做什么呢 The twins have never learned French so they can speak only blah blah French 说呀 这一对双胞胎呀 他们从来都没有学过法语 所以说呢 他们只懂得一点点法语 也就是说 他们懂得的非常之少 几乎不懂 是个意思吧 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嘛 是吧 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这么说啊 几乎没有这里面呢 只有B和C可以选择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判的这个French 是可数还是不可数名词 大家知道啊 所有的语言 应该说都是不可数名词 包括Chinese French Japanese 随便 哪个 哪个语言 都是不可数名词 既然这样的话 答案是不是很快就出来了 选C 是吧 OK 行了 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一件事 也就是关于英文当中的四个少 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探讨少 也就是说呀 这个少呢 我们还可以说更少 当然还有最少的 也就是说少呢 也是有比较及和最高级的 OK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啊 回到刚刚 这是刚刚我们学的这四个词 现在看好了 前头两个修士不可数名词的词 他们的比较及是一样的 叫less 最高级也是一样的 一块读叫the least the least 有人说了 好在一样 要是他俩各自都有各自的比较及和最高级 就疯了 是吧 这一下排列组合能出了多少词啊 所以英文还是很有理智的 好的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啊 few和a few 他们的比较及和最高级也是一样的 开好了 比较及叫做fewer fewer 最高级叫做the fewest the fewest 好 这些词不是特好读 我们再来读一下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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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east the least fewer fewer the fewest the fewest OK 好了 搞定了 那现在更少的 最少的咱都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下一个阶段 来研究一下多 那么大家想想 多你能知道有几个词呢 对了 这俩词大家应该知道 来一块读一下 many match 好了 对于many呢 很熟悉 修饰可守名词 match 修饰不可守名词 但是我再恭喜大家 这两个词的比较及和最高级 都是一样的 一块读叫more more 还有the most the most OK 行了 那多和少 以及他们的比较及最高级 但都搞定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呢 就是来应用一下 这个人大家一定很熟悉 对吧 这个享誉全国的小沈颜 可是呢 在他出名之前 也就是说 在原来啊 他可能挣的 想必应该比不上现在多吧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说这样一句话 我说他赚的比以前更多了 嗯 这里面用到的就是更多这个单词 那大家想想 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主要的先说出来 他赚钱叫什么呢 he makes money 那更多钱很简单 叫he makes more money 比以前呢 叫than before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句子叫 he makes more money than before OK 当然 另外一个人啊 这个人 自从那什么门之后啊 可能他要比原来赚的少得多了 也有人说 他可能都赚不着了 这都有可能 那来 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句子该怎么说 他赚的比以前少了 这里面呢 因为是更少 所以你得想想啊 更少 说白了 不论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是不是都那一个词 叫less 好 于是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叫he makes less money than before 这就可以了 OK 好嘞 那接着呢 我们要以做题的形式来考考大家 请大家来看这道题 应该选什么呢 the doctor tells Mary to eat blah blah vegetables and blah blah meat because she's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有人说这道题好长啊 而且呢 有一个短语叫fatter and fatter 可能呢 咱不是特别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fatter and fatter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已经看到了fatter是比较急 另外一个fatter也是比较急 所以呢 在中文当中有这样一个说法 叫越来越 所以呢 这个越来越的表达形式 就是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提炼出来的蓝色字体 请开好了 先说个比较急 然后加and 再加个比较急 这就是越来越 那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练一练 比如说womber and warmer 这叫什么呢 对了 越来越暖和 再来一个 busier and busier 这叫什么呢 越来越忙 再来一个taller and taller 越来越高 所以这些呢 应该说是特别简单的 接下来我想说一个 越来越漂亮 这个该怎么说呢 因为漂亮呢 大家知道 它长得特别长 beautiful 是吧 所以呢 它的比较急不是在后面加一二 而是干嘛呢 前头加一个词叫more 那么好 我们用原来这个方式 试试写写 应该怎么说呢 叫more beautiful and more beautiful 是吧 好 有人说 这个短语怎么这么长呢 确实啊 它长得实在太长了 而且里面重复的也太多了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么麻烦 以及重复的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短语呢 缩略了一下 叫什么呢 叫more and more beautiful 这就是越来越美的意思 所以呢 未来出现一些多音节的单词 大家就按照more and more 后面加多音节的词 来搞定它们 OK 比如说越来越重要了 这怎么说呢 叫more and more important 越来越难了 叫more and more difficult OK 所以这些词呢 大概都这么用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样一个短语 我说越来越不贵了 越来越不贵了 这怎么说呢 大家想想 原来都是说越来越怎么着往上的 现在是往下走的 太好了 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说more and more的反义词的时候呢 得把它换成more的反义词 叫less 也就是less and less 所以呢 这里面的less and less expensive 就是越来越不贵的意思 也就是越来越便宜 实际上 OK 行了 那接着呢 我们来回到题目当中 题目当中呢 说医生告诉Mary呢 要怎么着蔬菜 怎么着肉 因为她现在越来越胖了 那么大家想想 对于一个越来越胖的人 显然是要怎么着呢 要多吃蔬菜 少吃肉 好的 有人说了 多吃蔬菜 于是我想想 可数不可数 然后呢 A 我觉得好像A差不多吧 然后 咦 好像C也可以呀 等等 就开始选了 但是大家想想哈 这里面呢 还需要大家思考一层问题 如果你只考虑到了这里 有可能答案就到了A和C当中 那是极为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想 医生告诫你说 要多吃蔬菜 少吃肉 这是不是跟以前相比 你要多吃蔬菜呢 跟以前相比要少吃肉呢 所以显然这里面是蕴含比较集的 所以这里面选A和C当中的哪一个都不对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选一个比有比较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更多的蔬菜呢 更多只有一词叫more 更少的肉呢 只有一个词叫less 所以答案就很简单了 选B OK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请大家看好选什么呢 I have blah blah money than you but I have blah blah friends than you 这个人呢 很自信 说什么呢 说 我有的钱可能没有你多 但是呢 我有比你更多的朋友 是这个意思吧 OK 所以呢 根据这个呢 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选出来 我有的钱没你多 那就是比你少呗 所以第一个词更少 叫less 比你更多的朋友 那就是more呗 所以呢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选最后一个 OK 好了 接下来呢 请大家来看第三题 这道题呢 相对来说 在所有题目当中 是比较难的一个 因为这是一道高考模拟题 那大家来仔细看看 一个选什么呢 我们一块来看 If there are blah blah traffic on the streets blah blah deaths will be caused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 如果街上的交通事故 少一些的话 那么 由交通事故所引发的 死亡率呢 就会少一些 就这意思哈 有人说 这意思怎么这么复杂呢 其实不复杂 大家只要观察 这个横杠后边的名词 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 traffic 是什么意思呢 叫交通 后边的death 是死亡 那么怎么能够判断 他们的性质呢 有人说我不知道啊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遍了 一个名词到底可数不可数 你真的不需要记 尤其是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大家看 traffic 后边没有s 显然 它是个什么呢 不可数名词 而death 后边已经有s了 那么显然 它就是一个 可数名词了呗 那么想想 现在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少的交通 或者少的交通 拥堵 然后就会有少的死亡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我们都要选择 更少这个意思 那第一个是 不可数的更少叫less 可数的更少叫fewer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OK 好的 这一板块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板块内容很简单 说了两个词 一个叫少 一个叫多 只不过呢 少总共有四个词 好在呢 它的比较集 总共有两个 叫什么呢 叫做更少 一个叫less 还有一个叫the least 还有fewer 叫the fewest 好 多呢 好在比较集 也只有一个叫more 还有the most 是吧 行了 这就是语法的内容了 这就是语法的内容 语法的内容